11点 怎么样都睡不着 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 每晚11点 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十四三人谈节目 由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的十四三人谈 我是小元 今天我们继续请到 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 他们分别是台湾大学历史系 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 欢迎赵教授 听得到我吗 看得到我吗 能听到能看到 OK 那我们也 再次 欢迎 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 欢迎张先生 各位听众 小元晚上好 好 那 我相信过去的一周 还是有很多重大的事情 值得讨论 那么那个 张先生你有什么特别的话题要讲吗 主要是讲 台湾的这个 疫情升温 以及这个台湾 停电缺水的问题 嗯 张先生那你有没有什么 的话题要讲的 我觉得 最近 川普呢 又出来 就是 有一些这个 发表了一些这个 言论吧 然后导致大家 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是 共和党 未来的走向 以及 川普对共和党 在未来发展中的这个 影响 我觉得 我们 我们就中必须啊 就是 我 我现在赵教授 特别关心那个 就是台湾的疫情的发展 然后 啊 世界上也有一些大的事情 比如说 以巴冲突啊 就是以色列 应该是巴勒斯坦先用火箭轰炸了以色列 然后以色列还手 现在巴勒斯坦死了两百多人 以色列死了十个人 啊 巴勒斯坦有五十多名儿童三十几名妇女 就是在死亡的名单当中 啊 以色列有一名儿童在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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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员当中 所以现在比较可惜的事情 然后 呃 现在美国 一路既往的支持以色列 然后呢 美国总统 拜登跟 呃 以色列总理那台尼亚胡 通了电话之后 呃 就是再再重申美国支持 以色列 呃 美国还在联合国 就是 否决了 就是 呃 安理会要求 那个 以巴停火的决议 那么 呃 虽然说 美国口头上也说是 支持以巴停火 但是呢 呃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 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 并没有说 呃 并没有公开声明要求 以色列列即停火 所以呢 那这事情也比较大 呃 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以巴 这个新一轮的冲突而去 呃 接下去的发展 有可能会 呃 发展成为更大的战争 呃 这个程度上来讲 已经就算 比较激烈了 那 这个 一方面呢 发射了将近一千多枚的这个火箭弹 然后呃 呃 以色列呢 进行了这个 反击 那在未来呢 我觉得 继续攻击的 或者说继续扩大的可能性 呃 我觉得呃 如果巴勒斯坦这边想呃 组成有效的反击呃 在短期内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 那在未来长期来讲的话呃 也不太有可能呃 有什么更加呃 扩大性的这种反击的这种可能性 嗯呃 赵教授您对这个呃 以巴之间冲突是怎么看的 特别是美国的立场 呃 赵教授您的声音我们听不到 要按摩他一下 现在听得到吗 呃 现在可以呃 请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等的战争 你 巴勒 以色列 出动空军 还有飞弹呢 呃 还有这个大炮火箭这些 双方的这个战力来讲是一个不对等的 所以基本上 也就是说这个 巴勒斯坦呢 撑不了 撑不了多久 啊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在 双方 打了一阵子之后啊 这个 自然像以前众都一样 也就是个人而止了 啊 我觉得 这个问题 基本上 呃 因为 美国我想大概也也不愿意把事情扩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呃 呃 这层不对等的战争还是有它的时间性 我个人觉得呃 不会不会爆发太大的冲突 呃 就是上一次 应该是2004年是吧 就是那个更大的冲突 是那个双方死亡了两千多人 呃 现在呢 呃 还没有到那么多 伤亡的人数 但是呢 双方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愿 呃 就是双方都向对方发出警告 以色列说你如果再发那个火箭弹 那么我们会把你 诈评 然后呃 呃 那个巴勒斯坦说如果你再袭击我们空袭 那我们继续发发射火箭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基本上就双方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愿 那么 对巴勒斯坦的伤亡是伤亡是很大的 因为呃 很多老啊 然后妇女啊 儿童啊 呃 基本上 打打到了就死 而去已经造成了几万几万人的那个 流离失所就是变成无价可归了 变成难民了 然后 以色列的话 虽然说死的人不多 但毕竟也死了呀 去死的都是无辜的人 对吧 就是被他火箭弹打 打中了你就得死了 然后你也不是 也不是对巴勒斯坦做了什么 坏事情或者精准打 就是 呃 那么美国说起来 说是支持 呃 以色列 进行自我反胃的这个权利 就是就是 所以色列可以 保卫自己 呃 这个话是没有错的 而且 美国的 呃 总统好选人的双方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的 都是支持以色列的只是支持的程度不同 而现在拜登虽然人家说可能拜登没有特朗普那么支持 特朗普毕竟有个女婿也是那个犹太人 那么呃特朗普还当时还宣布那个伊罗沙兰是以色列的首都 实际上 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首都 呃 西西边是以色列的东边是巴勒斯坦的 那这次就是呃以色列在东伊洛沙兰拆除那个定居点 所以那个呃巴勒斯坦人非常的不满就发呃发射了火箭弹 呃这个这个事情就是说呃 究竟怎么发展啊 就是说呃美国会不会全心全意的支持以色列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呃怎么说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是呃不会这么四亿万维的也可以这么说 我首先我不觉得呃以色列在四亿万维 因为毕竟呃这个事态的发展是双方都在呃都在推进 也就是说并不是以色列单方在把这个事态扩大 只是在相互攻击的过程中呃以色列呢由于他的武器的精准或者武器的精良 或者说是他的武器源自于这个美国的供应 所以呢给大家更多的这个呃更深刻的印象 呃让大家感觉美国好像是在背后在支持这个呃以色列 呃我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是不会这样子 因为现在基本上国际社会都呼吁那双方停火 但以色列他就是还是多多别人呢 就是因为像赵教授说的现在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的 呃就是巴勒斯坦打死一个以色列人 那以色列可能是十倍百倍的这个报复 所以呢就是呃造成的伤害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是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呃在短时间内 呃基本上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而且全世界的灾难 相当的多了啊 我现在就是这个 现在就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战争吧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局部战争的样子 就是说呃现在的趋势就是呃以巴双方样 就是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战争 而且现在虽然说啊那个巴勒斯坦 你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还还手之类 但是毕竟巴勒斯坦人都 而且阿拉伯的人都 而以色列是被阿拉伯人给包围的 那你你不能够呃不能继续呃就是你现在炸死了两百个呢 你都继续炸了炸死两千个两万个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也比较 不因为双方不对等 麻烦对啊 如果你今天是比如叙利亚跟以色列冲突 甚至或者甚至发展到伊朗跟以色列冲突 那个可能是事态比较严重 我觉得目前没有往这方面发展的趋势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这个事件基本上你不久就会不了了之了 我觉得不能够单纯的以轰炸之后的死亡人数去去看待这场冲突 因为从就是巴勒斯坦发射一千五百枚火箭弹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以色列的防空力量没有强大的话 也就是拦截了将近百分之九十的火箭弹的话 那死亡的人数就绝不仅仅是一个十个人或者几个人的这种数量 那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不能单纯的以最终的死亡人数 而要以这个发动冲突的这个意图来做判断的话 那巴勒斯坦可以说是真正的肆无忌惮 而以色列是有限的还击 也就是做精准的打击 那在他精准打击的这个过程中 引发了这个一定数量的这个伤亡 但是和他的本身的意图来讲的话 可以说他是要比巴勒斯坦那边要克制的多 这个还是要综合考虑 就是一方面打过去的他们是拦得住的 但是以色列打过来的巴勒斯坦是拦不住的 就是这样子现在据分析呢 就是美国可能不会百分之像特朗普17那样 百分之百的支持以色列 因为现在像那个伯尼斯安德斯就桑德斯也是总统候选人 他本身就是犹太人 但是他他反对那个以色列就是这样轰炸这个巴勒斯坦 而且呢就是在那个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替特朗普助选 所以呢现在这个拜登上任之后呢 拜登政府里面有一些人是不愿意支持这个令塔尼亚胡的 所以呢现在是这个美国的支持是打折的 就是肯定是不会像特朗普那时候 女婿是这个犹太人那种状态的支持 现在是 现在就是首先拜登他不会说我不支持以色列的 但是他也会也会奉劝那个以色列说你们赶快停火吧 那以色列呢可能像可能像赵教授说的可能打不了太久 就是也要破语压力也要停下来谈一下 那就是如果如果是发生在特朗普当总统的情况下 那可能会打的打的巴勒斯坦片甲不留 现在可能就打几天那个国际压力来了 然后那个美国美国这个重化这也也也也说过来了 那么有可能就射兵了 因为美国现在的在国际上的重点不是在中东了 已经已经把那个重点已经改了 焦点在对付中国上面了 所以这个所以持续不了太久 应该是像赵教授预测的那样 我觉得以色列不会就以色列的反击行动 基本上是取决于巴勒斯坦 而不是取决于美国的支持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在这次冲突中 巴勒斯坦的高层基本上都被歼灭 那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就打死了一个指挥官 其他没有 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了王毅 外交部长王毅就是就邀请 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派出代表到中国来 来来来谈 也就是说中国有意表示说做一个调人 我今天看到这个信息 不一定听的 对他表示说中国表面立场 那如果美国邀请了可能两方都听了 那中国邀请不一定 对但至少是一个 中国没有这个外交力量 他既决定就决定不了巴勒斯坦的态度 也决定不了这个以色列态度 美国呢可以说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但是我觉得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是蛮独立的 他并不是那种像是一个小国依附于欧洲或者美国或者中国的这么一种态度 以色列当然是依附于美国的 以色列这些防空力量都是美国给建的呀 就是这个这个像这些防空力量几十亿几百亿美元都是美国投的 不是他们购买的吗 就是美国美美国投资的 就是美美国出钱的美国出钱的就是这样子防空力量 就是他们不花钱美国免费送的 就这么简单 首先美国都自己都说了 这是我们投的 就是美国美国的当初的核心利益 就是要要无条件支持以色列 就是要保保护美国在那个那个地区的利益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这个总统声明里面都有的 所以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他他这个军事上面投资是一定要投的 所以这些军事社会啊什么都是美国赠送的 就像美国无条件的保证这个台湾的安全或者保证台湾这个没有没有白送啊 台湾是武器都要买的 你们赵教授就知道了对吧 这个台湾一 台湾的地位 一兵一马都要买的 对 台湾的那个政治地位在美国的眼光中不能跟这个以色列比 没有我没有说他跟以色列可以相比在政治地位上 我说的是美国保护台湾的这种决心并不代表美国就要无条件的或者赠送或者说是把武器免费送给台湾是一样道理 美国不一定有保护台湾的决心 真的不一定有 美国不会有免费送别人武器的这种习惯 呃这个以色列是以色列跟他的辅助国差不多 这个你你你你再去查查他这些 他这个这个空中的防御啊这些军事上淘了很多钱就是就是美国的钱 因为他要保护美国在中东的那个利益嘛所以就是呃保护保护以色列或者说支持以色列 是他的外交的重中之重 但是现在呢已经已经已经偏向了 就是说之所以人家有点怀疑美国能够挺以色列多久或者百分之多少能挺以色列 因为呃美国现在的外交的焦点是对抗中国 所以呃呃所以在以色列那边找的力要小一点 对抗中国你就是他其实是拉拢呃拉拢那个呃台湾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呃呃新西兰 嗯五眼联盟嘛对五眼呃除了五眼联盟还有日韩然后这些呃这个台湾是一个一个棋子了所以就是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 我们的PayPal账号是scbaseattleat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LNI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呢我们再次有心的请到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亚书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尾巴冲突啊 那么就是现在回到赵教授特别关心的话题就是台湾疫情 现在有这个升级或者恶化的一个趋势 那么赵教授您所知道的台湾的疫情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哦这个是非常糟糕本来台湾疫度啊被认为是这个防疫的模范生呢 呃在美国分这个等级里面呢是把台湾列为一级灾区 所谓一级灾区就是最轻的了 大概一期是美国是把它分成四等 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第四等 全世界现在只有一个国家是第四等 就是印度 但是台湾现在以目前呢列为第三等 而且正在往第四等走 而且台湾的恶化是非常快 就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的事情 这个确诊的人数啊突然呢 接近就是说 据这个非正式的估计了 已经快要到一千人了 非常严重的 而且有这个社区感染 这个整个基本上啊股票跌了两千多点 再加上台湾还有其他的灾难因素了 没有雨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封面呢被台平洋的高压堵住 可能这个没雨啊都不一定会来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糟糕的 而且在五个礼拜内连续两次大停电 而且这个大停电呢 这个台湾的官方说明是这个台电公司 这个误案的这是一个偶然的因素 其实就是胡说八道 现在各方面来讲都是一种 就台湾缺电 缺电 除了人为之外 就基本上就是因为电不够 所以总而言之这个灾难平平 而这个疫情呢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疫苗 台湾 我今天还才得到一个 你买啊 这个拜登不是一直在送疫苗吗 买不到 拜登今天就是美国已经送了八千枝疫苗 八千万枝疫苗 现在都是 现在台湾只有AZ 没有其他的疫苗 AZ是不行的 AZ不好 对 跟美国买就好了 美国这个疫苗太多了 而且台湾那个严重在哪里 这个好像根据这个数字 我今天才知道 只有1%的人 打了疫苗 这很很很糟糕的事情 1%啊 跟政府 跟政府有能不能说上话 让政府那个 跟美国来签合同啊 这个 这个美国有个疫苗公司 叫诺瓦克斯 他还没批呢 就是日本啊 韩国都都签了那个生产疫苗的合同 所以呢 韩国这个疫苗都是都是美国 以后都是美国这家 现在台湾就是没有疫苗 台湾基本上 台湾2300万人 起码现在 要有掌握到1000万 甚至于1500万疫苗才行 现在台湾的疫苗只有30万 而且30万 这个打的人很少 这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而且现在据根据估算 当然可能过一段时间 可能这个确诊的人数 会会停止啊 但是至少在未来的 两个礼拜 内还是有上升 也就是说 很快会突破1000人 这个很严重的 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 这个灾难 当然怎么评论这个事情 现在是无解 目前的这个 现在还是用老方法 戴口罩 然后这个 而且台湾已经 半封城的状况 戴口罩隔离都有用的 我觉得这个台湾 现在这么大的台湾 人口这么多 总共才1000个病例 太少了 华盛顿州 华盛顿州才750万人 是台湾的四分之一人口 但是 台湾就是确诊人数十多万 你觉得像现在 已经发生抢购的现象 而且大家越急 超市已经买不到东西了 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购一空 已经有点乱象 现在就是说 这个不打疫苗 反正都是 都是那个的 他现在都是要隐患的 我觉得没有疫苗 不是说不打 老百姓希望打 希望打他就买就好了 在美国肯定买不到 就是买不到 买得到的 买不到 他有他有外交车吗 疫苗都讲说是 就说从三月份开始 三月份来 三月没有来 四月来 四月没有来 五月来 五月没有来 现在又说六月七月会来 现在不知道 现在台湾现在已经不能等 必须要 他这个全世界都 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 就是说 全世界打疫苗 就是的人口 只有1% 就是打疫苗的 就在美国 还有英国 什么一些国家 其他大多数国家 就是反正总人口的1% 打到疫苗了 不是问题 台湾一直都是 被认为是模范生 现在这个模范生 已经破局了 问题在这里了 所以你看 赵教授强调的是什么呢 每次都考100分的孩子 现在突然得了99分 所以是很着急 你知道吗 那对于这个 尤其像我们美国 60分 甚至曾经得30周分 40周分的人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 58分 这个62分了 我们就欢快的 简直要明天 恨不得就要把口罩 扔到一边 你知道吗 已经人了 这个美国已经人口罩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不是疫情 这是一种心态 你知道吗 美国这个CDC CDC不是那个了吗 发出那个心怒指导意见了吗 不是 打过两针疫苗 所以所想象的 要严重啊 因为我一直都掌握 台湾的消息 一个问题要严重 美国是把台湾列为第三级 非正式关注 挺高于印度 然后美国 美国列这个没啥用呢 我觉得美国列台湾 都管闲事 你关心台湾的话 就送点疫苗过来好了 这个就是你如果照那个排名 得就是确诊 确诊病例人数 死亡时候排名 台湾都是倒数 照比例排名都是倒数 问题现在这个已经破局了 现在已经破局了 台湾的那个地铁 掉了七成 车上都没有人 街上等于台北市 新北市 已经等于说半自动封城了 就是地方政府已经 都差不多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你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重视 然后大家都待在家里 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一直传播 不然的话 除非这个确诊的人数减少 确诊的人数减少 假定确诊人数 一直在增加的话 就不容乐观 问题在这 现在还是好 做的还是对的 要封就赶快封 不就是一个这么小一个岛 反正要封起来也很容易 就是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扩散那么快了 然后如果非要出门的话 带上口罩什么东西 然后疫苗 至少到今天为止 我所得到的消息 这个确诊人数一直上升 当然这个上升的速度 这个以美国的标准来讲 当然是差了很多了 美国动不动有上万的 美国一些最坏的时候 40万一天 现在现在今天是一万多 开心的要死 现在简直要庆祝放鞭炮了 因为掉了太多了 以前就是平均 平均每天都是十万 平均三十万到二十万到十万 到五万 下年都一万了 那你台湾一年多了才一千个 你这个东西真是像那个 所以在医药方面的专家都认为 台湾除了口罩 要戴口罩之外 除了检测之外 最重要要打疫苗 问题现在台湾的问题 没有疫苗 买不到疫苗 至少在两个月内没有 这个这个疫苗 这个疫苗没什么 没什么办法 因为怎么说 我们我们也 这个 自为韭菜啊 就是这个也投投投投资一些疫苗的股票 然后呢 整天在等着什么时候批准啊什么的 这个美国这种疫苗开发 他结果早就临床试验早就早就有了在英国然后做好了 到美国来做临床试验就晚了半拍嘛 然后就是人家说已经有这个八斤的疫苗了谁来给你做临床试验打小白鼠啊这样子的 那人家都退出来然后这样子的他就美国的结果就晚了然后一直等不到什么时候批准然后今天台湾的消息啊 就是不准非台湾籍的人就是到台湾甚至于在台湾转机全部都停止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可以的我觉得这样这样做都是对的呀相当剧烈的行动 他他不是不是不是说明不好是我说只是说明政府做的对 我们的看法当然这种做法是对的但是不是不是好不是好消息的就表示说台湾的问题已经预趋严重 严重就是说你只要有疫情只要有疫情 基本上每个国家都经历了这个过去100分今天是99 啊台湾是过去如果是100分的话现在已经是不及格啊 我跟你说赵教授这个台湾 它的疫情肯定会下降为什么呢对 稍微有点疯传的情况下大家就连门都不敢出地铁都不敢搭乘 在而而就是以台湾的防疫经验和这个民众对防疫这个事情重视程度而言台湾的疫情是不可能蔓延的 在当初没有蔓延在今天也不可能蔓延那您所关注的比如疫苗问题其实台湾的疫苗现在如果敞开供应 依然会有大量的人不会去打这个是取决什么这个取决疫情和呃就是传播的这个程度呃你看像大陆也是大陆在又是送鸡蛋又是送油的情况下大家依然不打疫苗那什么时候大陆这个疫苗不好呀 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都不是那个很多国家青岛青岛一旦那个前前段时间出现那个呃疫情的情况下马上大家可以排队去打疫苗 这是新闻报道的也就是说你看像我哈我是咱们上次做节目时对小鑫说可以挖可以打现在打了打了打了我现在打了 但是呢我没有急迫到那种一听说怎么样马上就去打的这种因为毕竟一年多的时间哈大家就是对于疫情这个东西哈说句话没有那么空没有那么空我现在现在美国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两针都打了那么很多活动很多地方就是可以不带口罩啊或者全部给你开放了对那这个这个事情很很重要啊你现在要有通行证了要有通行证了打疫苗我跟你说哈 那不是说因为我们恐惧被感染而是要有一定的好处对吧因为我们一年多的时间这么过来呃出门戴口罩然后怎么呃去注意 然后也没有得得感染然后身边的人呢对吧大家也是这样也没有说看有大量的一天呃感染了很多的那种情景出现 虽然总体数字像说有三四十万的时候或者说到现在有呀一万八的这个数字其实对于我们影响并不大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去打 那就是当你有利益出现的时候大家才会积极去打所以台湾的问题绝对不是疫苗供应的问题而是你不信哈赵教授过来台湾肯定不会一直没疫苗嘛台湾一定会买到疫苗的呃台湾有疫苗是供应的时候你你会到时候会发现很多人不去打 不我我我你们这种乐观呢我我当然很支持的但是我所知道的一封密信没有这么乐观 台湾的问题不止疫苗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 其他问题就哪哪里没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台湾哪个哪个国家住 哪个地方哪个国家住我们以西亚洲喝的水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啊哪个地方现在西亚洲啊西亚洲有没有水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啊水啊就是喝不到水啊 喝不上水啊对对现在台湾缺水啊现在不是说灌溉的问题现在喝的水都有问题 喝的水有问题的话就空运一些瓶装水等天下雨而且还有一个工业用的比如说台湾的那个做那个金片呢 那个要用水啊那个要用水啊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北部还没有问题了中南部缺水 台湾呢还有电的问题台湾肯定缺电的缺电尤其是电 由于这个台湾骤然把这个核电项目下马 啊然后导致现在呃用电的不足还有就是工业的一些呃回流呃一些厂子 然后开始对就是这个有道理就是台湾又没有煤对吧 然后又没有煤电然后呢又没有水平站又没有核电 那那这个发电也挺难的对 然后日本核电一出问题之后日本的那个台湾马上停了这个所有的核电 所以台湾是不是有问题的 还有这个股票股票跌了2000点的 相当大的跌幅啊股票极其是真正的 美国也不 股票原来那个 啊美国疫情低的部疫情的时候 三万点一下跌到两万点 就跌到三分之一 太正常了你就出疫情底股票跌是正常的 但是台湾哈哈哈你这控制就回上去了 台湾跟美国不同了 台湾有这个限制点 也就是你每次跌 他给你个限制 不像美国 美国跌一千点 明天马上上来一千点 台湾没有这样 台湾上跟下都有限制 所以涨停板 跌停板 台湾的股票市场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也是一点技术上的差 差与其实那个 从大方向 我们现在只能讲 说是股票有升有跌 希望台湾这一波跌 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但是总是跌了太多 等于全民的资产蒸发了 不是好现象 尤其当一个灾难来的时候 不止一个灾难 七八个灾难一起来的时候 对于人心来讲 是相当的震撼的 尤其有些小道的消息 比如说上海的飞机 不来台北了 也不准台北的飞机飞上海 对人心来讲是影响的 都是暂时的 疫情过去就好了 对 我同意这个说法 那如果 长期这样下去呢 所以暂时是 短期内 如果加连续 加到三四个月 四五个月 都这个样子 这就是灾难 但四个月四五月 觉得太短了 我们在美国都关了多久了 去年已经一年多了 关了 还没出过门呢 台湾 这个痛苦 台湾跟大陆 一定要经受的 就是 不是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尽管不好 但是飞机没有停过 一直到 我觉得 我就不停是不行的 现在你有疫情了 就得停 不 一次都没有停过 但是最近停止了 应该停 就是最近这一个礼拜的事情 那我们 再进一下广告 广告这回来 看来这个广告工作人员不在 我们那只能继续谈啊 那就是我们 就是等工作人员回来 然后最近其实大陆也有一些事情 就是说一个是前段时间 虽然现在已经平息下去了 就是成都49中有个学生 16岁的一学生从楼上8楼啊 掉下来死了 然后是8楼还是4楼什么 然后就有各种幽谋论啊 说是老师就是退下去的 或者要赠一个留学的名额 然后警方掉那个监控录像 就是他跳楼那段时间的没有 后来就是网上的舆论特别强烈 那就警方就出了一个视频 说这个小孩生前有些监控视频呢 有切碗的一些就是一些行为 说他有自杀请假 那现在基本上是叫平息了 然后那个家长也不出面了 因为一开始引起大家这么多的轰动 或者说震惊 或者说众怒的话 跟家长就是说 对这个学校的不满 还有各种那个声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现在这个官方出了视频之后呢 好像就平息下去了 那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因为国内已经不允许讨论了嘛 然后就很多人就是指出来 这些视频呢 是有很多的造假的蜘蛛马迹 比如说这个孩子去切碗 走过去的时候 手表是戴在左手 回来的时候手表戴在右手 那你切个碗这个手表 你干嘛要换换换手带呢 那就人家说有可能是这个 呃 事后请那个跟他长得相像的人去拍的 那还有就是同一个走廊 学校走廊 就是几秒钟范围内 说突然之间就是走廊的左边 就多了一些很多的杂物 右边的槽也涨了很多 那就是很显然是不是同一个时间拍的 那这种事情就是说 呃 政府是非常非常忌惮 这个就是民意汹涌 然后呢 好像要 要跟政府对着干一样 所以呢 他想方是想方设法要平息下去 那美国是不一样的 美国就是说 呃 就像去年5月底呃 出现那个佛罗基德这个 警察跪在佛罗基德的那个脖子上面 死掉 然后这个视频就无休止的就是这么一放 然后全全美国都暴动起来了 那现在政府也是呃 屈服的基本上 呃 反正是你们有什么诉求都给你满足 那都呃 全美国各地这个警察经费都削减啊 就是警察暴力啊 这个防止或者什么东西 就是说对于这一点呢 美国呃 一直在声称说我们也犯错误 但是我们能够有纠正错误的这个能力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 那中国呢 其实说如果就是有错误 又是哪表情是不能说你有错误 如果也有错误一说那肯定是要把这个谁谁说这个呃 我们有错误的这个这个声音要扑灭的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呃这是呃这是基本上两个新闻事件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呃完全不同的地方 那中国就是说最终呢落实到个人头上 就像比较句话叫花田里的一颗 整土落到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啊 就是说 这家人 16岁的一个孩子就没了 对吧 到美国的话 这个这个人本来就是罪犯 他坐牢坐了十几次了 只是这一次被抓 然后跪在他头上 他死了 家属得了几千万 然后警察还派判死刑就是这样子嗯 我不知道两位都特别是当心你是那个成都人了吗 这个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评论 首先呢 我我不是我不想去评论整个案件的过程以及呃官方的意见或者说是民众的这个诉求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罗生门呃 因为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搞清楚 要没也没有一个这个三头六臂是搞不清楚的 呃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讨论这个事情 也就是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因为我们在大陆生活 尤其前段时间我也只在做一些这个青少年心理疏导项目的这个呃一个一些节目 所以呢 我我很清楚就是在大陆的这个情况下 就青少年的心理状况是被大量的忽视的呃 呃我们不说这个案件但是我们知道网上有很多小孩子看那种就就 相当于也就是比如在桥上跟妈妈吵两句转过身来就就从桥上 跳下了这种触目惊心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呃 这种孩子到底是被别人欺负了被或者被别人谋害了 还是他自己心理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了他这个自杀 我觉得 不能够就是我们去细究这个东西并不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到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这种青少年心理状况的这种 不这个这个就像我觉得像就要像弗洛基德这种这种视频要反反复复的大家看才能 你这个视频藏着掖着再找个人去拍一段补补上这个东西然后死了之后马上是烧掉了你这个事情是 根本就做的太不像话了真是啊你这现在现在并不是说那个包括学校联系家长啊或者各个方面啊就是说一问三不知啊过几天再再拖啊什么东西 各种推诿啊这个这个真是 就是现在你不能说一下就栽赃说就就是他青少年从心理不健康然后就呃说死就死了这个东西不合理 因为像我相信这孩子 既然母亲解快乐 比如说跟就是临出门 像母亲这么问候的 不会说死就死的 自己去跳楼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 也不能够一下子 一下子就是他就是心里不见常 自己死的 就是我觉得都程序上 你其实还是要清楚一点 让大家能够幸福 你不能够全部全部烧光了 然后说路上就好了 从中国政府对待 这种出发事件的反应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肯定是没有 像美国这样开放透明 积极去解 向民众解释的这种程序 或者说是他们就是 不会那样做 那在他们那种永长的 那种官僚主义的这种 主观态度下 然后导致了这个事件 越发的这个扑速迷离 这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大家有疑问 也都非常正常 但是呢 我们作为不是当事人 或者说是与这个事件 有着相当距离的人 我们很难通过网络的一些 不知名人的描述 然后就相信我们能能够得出来一个 绝对真理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个态度肯定也 这个福罗易德 这个就大家全民上街 这个也是 也是不是不是第一手的 就是就是几张照 就一张照片就行了 这张照片 警察跪在他脖子上 然后他死了就够了 这个是美国的优越性 你知道吧 这个我们必须 大陆这个中国政府的在处理这种公众情绪上 绝对是跟美国没法比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 单纯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我们如果单纯从批评中国政府的这个处理社会事件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那是百分之百 中国政府是有问题 但是我刚才谈的是 谁能够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 能够站出来说 我百分之百的知道这个事情的来容去满 我不认为这个 我觉得如果家长家长质疑是他是有权的呀 当然这个是你就说你你你你就说你不能够 但是我们 你不能够 就是家长 跳楼也好 或者推下去也好 你不能照片也不能拍 然后人人拿出去就烧了这种 这种做法肯定是有问题的 没没问题的话 你至少正常的途径 比如说你这个反应鉴定啊 或者什么东西 各方面拍照 介绍公众检验 这种基本的流程要做的 你像这些全部跳过了 肯定是有鬼啊 没鬼的话 谁会这么做啊 你一般一般人来说 从你收集的信息角度来讲的话 你提出来 比如说已经火化 对吧 或者说是视频造假 这是你在网上得到的一些不知名的来源 好吗 那如果是知名的 就是连最初的微博是他妈妈 那还是不知名的嘛 角度来讲的话 首先这个尸体没有被火化 然后这些 视频我没有看到 你知道吧 就是你说什么左边长草啊 什么右手代表啊 这些视频我没有看到 所以我没法去评判 这也是我刚才我表明我态度 就是我没有能力去 在这个罗生文事件中 得出一个百分之百正确的意见 所以我才避重就轻 我说那我只能从我的角度去探讨一下 青少年的这个心理状况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在大陆来讲的话 肯定是 我这个不是不一定是相关的问题 这个就是现在 你就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已经已经认定他是自杀了 我没有 那现在即使这个结论没有定 我没有认定他是自杀 我也没有认定他是他杀 我说我以我的信息渠道来讲的话 我没有能力去断定 但是以我的信息渠道 我能断定一个事情 就是中国大陆的青少年心理状况 是严重的被忽视 对吧 那这个就是跑题了 只能说 我们做就说 对 如果说一定要让我去做这个法官来判这个案 我可能判不了 那个 这个 现在国内还是有一些 有反正有一些新闻 就是比如说 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 现在把大学两个字给刷掉了 就是变成湖畔 就是说 只能说 企业家或者说是 四人班大学已经被叫停了 可以可以说 因为原来湖畔大学很多人想进去都进不去的 因为你这个 马云这样这样的人在里面就是当老师或者什么 或者说马云组织的那些 私自力量就是好像是权贵阶层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培养单位啊 就是说 像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似的啊 我牛的不得了 那现在 你叫停 他并不是对 不不一定是对跟政府有有对着干或者什么东西 就是说 只是说那个中国政府不允许私人办大学 因为所有的大学都要有党支部 或者说有有有有有党来控制 所以现在你这个有企业家来创办的大学 现在马云失事之后 基本上就就 私人的大学非常多 私人的学校也非常多 在教育界来讲的话 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都很多 只是马云不能办而已 别人可以办 马云不能办 对对对 别的大学 别的有有私人大学吗 我就没听说过有私人大学 那个私人的高中或者是国际中学 或者什么很多私人老板办的 这次应该是很多 私人大学可能如果没有党支部 没有党委这种大学有吗 他叫挂靠挂靠 你要去跟高校去联合 你来出钱 然后他挂名大家一起分钱 这种联合办学的非常多 我听说 美国跟英国 有一些大学设立 在中国设立分校 说那个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他是这种也是 联合办学 联合办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苏州 原来最好的大学是苏州大学 那现在呢 他们因为苏州这个地方好 经济也好 所以办了一些什么西郊立物浦大学 就西安交通大学跟立物浦大学一起办 那学生呢又能拿两个证书 一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证书 毕业证书 一个是立物浦大学 一个是西郊立物浦本身的证书 还有是立物浦大学的证书 但是人家觉得很好 我都我在中国上拿拿了一个养学位 就这样子 嗯 所以呢 其实是所谓的经典子 因为很多家长都出很多钱去送孩子上上这样的学校 那最后呢 对学学生也是培养了不少学生的 那我我对这样的学校我也去过 然后做过讲座 我觉得学生的那个声援还是不错 这个素素素质比那个正案八经的这个书大学还强一点 我因为我去做讲座那个学生问的问题的水平 我是听得出来了 还有在宁波也有一个英国的大学 有有有有有很多 NYU在上海也有分校 NYU我们时间已经到尾声了 非常感谢赵教授 还有张力敏先生参加本期的十字三谈 祝大家晚安 也谢谢各位听众没有收听